在大自然里,每个物种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于物种的了解和想象,王某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名字叫潘光平,是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现在主要为迪士尼、BBC等国际机构拍摄中国的野生动物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 把动物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 14年在保护区拍摄其他项目的时候,偶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大熊猫在野外非常警惕凶猛 和大家所理解在卷设里好玩耗动的熊猫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这次机缘巧合,我和我的伙伴吴元齐一起建立了这个项目 拍摄野生熊猫是一件非常漫长和艰难的历程 保护区里的熊猫数量虽然比较多,但是竹林非常密 大部分的熊猫也很怕人 因此我们的团队很精简,只有三个人 选择设备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对于画质的要求以外 机身体积的轻便,以及对各种镜头的兼容性也是非常关键的 最漫长的过程就是寻找和等待 大熊猫交配的季节是在冬春之交 从晴天到雨天 一直到下雪天 每一次看见熊猫的时候,心情都非常复杂 看见并不代表能拍到 拍到并不代表能拍好 很多时候在动物世界里 你能拍,是因为它们让你拍 熊猫这个物种也不例外 每一次的开机可能就只有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地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避免把熊猫给吓跑 跟野生熊猫对视的时候 我们就能感觉到它就是一只百分之百的熊 随着熊猫走进密密麻麻的竹林离我们远去的时候 我们难以形容的心情也稍微平复下来了一点 我个人觉得野生动物摄影师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更先进的拍摄手法 而更重要的是拍到更好的故事情节 从而引起更多的关注 把环境保护的理念带给观众 让人们可以更好的保护大自然